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 关于Ayat Tunggal跟Ayat Majumuk的一些句子 Ayat Tunggal Ayat Tunggal是单句 单句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它是由一个Subject跟一个Predikat组成的 Subject就是句子里面的主角 就是主要要讲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Ali的家很漂亮 那我们主要要讲的是Ali的家 所以Ruma Ali就是我们的Subject 其他的呢,就是Predikat 我们来看下别的例子 Lukisan ini sangat chante 这幅画很美 那么呢,这个句子主要说的就是这幅画 所以Lukisan ini就是Subject 其他的就是Predikat 第二个句子 Meiling Burma in Bola Meiling正在玩球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就是Meiling 所以Meiling就是Subject Predikat就是Burma in Bola 第三个句子 Bai itu Menangis 那个婴孩哭了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那个婴孩 所以婴孩呢,就是Subject Predikat呢,就是Menangis 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Ayat Majimu Ayat Majimu呢,就是由两个Ayatunga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Ayatunga 加一个Kata Hubung 连词所组成的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Hidayah Sukamakan Nasi Lemak 这个是一个Ayatunga Hidayah Sukamakan Nasi Goring 这个是第二个Ayatunga 我有两个句子 我要怎样把它合成一个句子呢 我们放一个Kata Hubung Dan 这个Kata Hubung呢,在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今天呢,我们先讲解Dan Dan呢,就是把同样的组 同样的种类,归类在一起,我们可以用Dan Nasi Lemak跟Nasi Goring 都是同样种类的,它们都是食物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Dan 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 合起来,要怎么合呢 首先,我们是要看第二个句子 把同样的字先删除掉 Hidayah Sukamakan 这里上面呢,已经重复了的 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删除掉 先删除 Nasi Goring就不要删除了 因为Nasi Goring跟Nasi Lemak呢 就是两种不一样的食物嘛 现在呢,我们要怎样把它合成一个句子呢 首先,先抄第一个句子 Hidayah Sukamakan Nasi Lemak Dan呢,就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后面 Kata Hubung呢,就是放在第一个句子的后面 Dan 然后接下来删除掉的,我们不要写进去 直接写Nasi Goring 这个就是 Ayat Majmuk 通常呢,我们怎样分辨那一个句子 是不是 Ayat Majmuk呢 Ayat Majmuk里面呢,通常呢 里面就是有一些 Kata Hubung 比如说 Dan, Atal, Lalu, Tetapi, Sambil, Karana, Ketuali, Supaya, Untuk, Yang, Agar, Walapun, Chika,等等等词 都是 Ayat Majmu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练习 这个练习里面呢,就有一共是八题的 每一题呢,我会写两个Ayat Tunggal,然后给一个Kata Hubung 接下来呢,同学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Ayat Majmuk 有一些呢,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Ayat Majmuk 有一些是前面的一模一样 可是有一些呢,是后面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看第一题,例子 Adam, Sedang, Membari, Boa, Tempikai Suzi, Sedang, Membari, Boa, Tempikai 那么重复的有什么呢 就是 Sedang, Membari, Boa, Tempikai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Delete掉这个 Sedang, Membari, Boa, Tempikai了 我们删除了这个过后 我们的DAN放在哪里呢 Adam和Suzi 同样是人的名字 所以呢,DAN呢,放在Adam的后面 Adam, Dan, Suzi Sedang, Membari, Boa, Tempikai 就写在后面哦 怎样回答 同学们呢,要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面 那,回答方法 同学们可以准备一张白纸 或者是一张F纸 或者是单线布的布纸都可以 首先,写上你的名字 国语名 然后写上 作答日期 接下来呢,写上你们的科目 然后答案 比如说第一题,我的答案是这个 我就把它答案写在这里 第一题 然后二,三,四,五,六,七,八 同学们 请你们用心的作答 然后开学过后 把答案交给老师批改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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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